這個你看這樣這個 像是類似 嘉明的味道出來了 好聞嗎 所以如果你的量 超過這個的話 基本上 就算合格 其實現在還是以 WHO的2010為主啦 那跟1998年稍微做一個 Modify的調整 記憶量就大概是 1.5cg以上 我覺得是正常 那如果 排出的金蟲總數 希望 超過39 個Minion 那如果每毫升除下來 當然就是 15個Minion左右 那另外活動力呀 存活率呀 比例呀 整體的活動力 跟酸鹼值 它都有它規定的數值 那所以我們常常去驗的時候 就會看到 這些數值 用這些標準 去看看你的 金蟲是不是正常 所以你驗出來 你就會有一大堆數值 所以這些數值 就常常會造成你一些困擾 那在家裡面我們要怎麼看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 大家覺得哪些最好看 我想 這些數字大家最有感的 第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量 另外一個是 它的濃度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量是怎麼樣 量 1.5cc 大家應該家裡面都有精華液 如果你出來的量 這個精華液通常一包都是在 1.5cc 就要2cc左右 如果這個精華液 你出來的量有超過 這樣子 這個 像這個 像是類似 欸 家民的味道出來了 好聞嗎 就精華液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的量超過這個的話 基本上 就算合格 看你能不能把對方的臉塗滿 因為精華液都是這樣 只能臉塗滿 那我們的量 如果你有辦法把對方的臉塗滿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建議開場這樣子 我怕會有另外的問題 會有加點糾紛 所以精華液這樣是可以的 這個你 量你可以接受 可以的我的臉沒有那麼大 那你另外一半的臉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濃度 濃度的問題 大家都想說你在家裡 你的量過 那濃度到底要多濃 是要像水一樣 還是要像那個 我們說乳酪一樣 那個 這麼醜 那其實不用 其實太稀太濃都是有問題的 那其實這個 一般的家民就是 他有點黏稠 但他也是有流動的感覺 那你 他也是會有黏性 對他會有一點 黏黏的感覺 那這樣子的 黏稠度 那顏色可能會到這麼白 但是這樣子的黏稠度會比較正常一點 然後這個也蠻適合推開的 所以你看這個量夠不夠你推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黏稠度是不是也夠你推 那基本上 這是你在家裡面最容易 去看淡 精液的量的 品質的方法 簡單 最簡單的 但是在往生進去看的話 就你就沒有辦法用肉眼看 也沒辦法用口感嘗試 對 這沒有辦法 你不知道他在你嘴巴的時候會一直跳 動力很好 跳動力很好 對 充滯力很夠 吃不出來 對 所以再來的話就要求助一些 譬如說專業的醫師 或者進一步的儀器來做幫忙 其實居家有很多檢測的方法 就像剛剛講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啦 最好檢查他的量啊 或者他的濃度 對 但其實的確市面上有很多這種自己在家裡面檢測 那今天感謝美醫治 我們準備這一個 那這個檢測儀的話 其實使用上也是算 蠻簡單的啦 那我們把他打開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說明書 你也多拿出來看一下 好 他的第一個狀況就是 你拿裡面的 拿這個 那把你的加銘倒進去 收集 所以他會看一下你的刻度 這邊有刻度 看一下你的量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剛剛就已經用很簡單的方法就量過他的量了 那第二個就是你把這個 這個加銘 把它滴到這個 窄片磁底 對窄片磁底上面 那滴上去之後 那最後很簡單把它放到那個手機鏡頭前面 他就有一個放大效果 他就可以去看 但這個東西到底能不能取代醫療院所的燕金蟲 那我想的是很難 因為你在這裡面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 你到底有沒有蟲 蟲有沒有活著 分死掉 那第三個就是 你可以看看他 是不是往前衝 或往哪邊衝 第四個 你可以看到他長相 長得是不是偶爾會看到一些 長相怪異的 雙頭龍 雙頭龍 不是這個意思 雙頭龍 這個是 雙尾巴 你看 這個不是雙頭龍 像他這個是側一個 畫面而已 實際上我們在醫療院所 做精英蟲分析的時候 是 測N個畫面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什麼 用電腦去跑 電腦會自己幫我們看 看他譬如說 拍100個畫面 去算他的平均值 因為 動大幾倍 對因為有些地方有濃有稀嘛 對啊你不可能塗得那麼均勻啊 有些地方就是會沒有塗到 有些地方塗得很厚 所以你在那地方看就不准 所以 實際上你要用這個 去 算他正確的數量 活動力啊 充斥力啊 等等的 充斥力百分之多少 對算是 有點困難 做一個 簡單的解釋 就是你跟老婆證明說 我沒有投稿 不是不是 我的都是活的 我的都是好好的 我的量也 看起來很充足 那你可以拿這個來測一下 但是一旦你有 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得 去醫療院所 或者是你 試哪幾次 你怎麼驗 都沒有床 那你也是要小心 因為 一般男生的精蟲量 應該是蠻容易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其實這個 這邊是有寫說 他放大的倍率大概是 150倍吧 150倍那就是會看到一個很小的畫面 對 那但是你就是 確切可以看到你的精蟲 一隻 這邊有 沒有看到很多隻 很多隻 你沒有在做嗎 我都有在看 你都有在 固定追蹤的 我都有在看精蟲 我都沾門在做 難性不韻 對 然後 這上面也寫說 這一個東西是可以 做四次的 可以 所以有進去應該有很多類似的牌子 那 可以上網 搜尋 醫生他有沒有規定四次要間隔多久 還是 要很短 趕快測完 應該就看你 看你什麼時候要用 要用的時候測一下 我以為你跟他說十分鐘內要測四次 清靜真夢 你太辛苦了吧 所以 大家可以去 上網 自我檢測一下 對 那另外就是 金蟲品質其實 每次跟每次之間的差異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在做金蟲 檢查之前 最好要禁慾 要禁慾多久 2到7天 對 要禁慾一小段時間 那是不是 經營越久越好 當然是不一定 所以大概進2到7天 再去做這個金蟲的檢驗 會比較準 這個很難 多運動 多運動 多 減肥 好喝酒 不抽菸 不攪病啊 不擋醫生 沒有 不擋醫生 沒有因為熬夜啦 不能不好熬夜 因為醫生很常熬夜 那 之前也有講說 太吃太多肉 西方飲食 對 油脂太高 會影響金蟲品質 但 這可能跟 肥胖 有一點關係 最主要是跟肥胖的關係 所以其實 金蟲品質的影響條件太多了 那 你剛剛除了這些 能夠做的之外 就是增加自己的健康 你只要想 能夠增加自己健康的話 其實基本上金蟲品質 也會順便被戴起來 對 這樣不錯 好像喔